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215號10點半 那我剛剛才傳的那個有關於測試服 索利斯的那個 的那個介紹第一集 那我有說天氣可以被互相覆蓋 那當時是自己蓋自己的天氣 那我的留言 就是說明我有說 那個 如果說敵人上場是扣雜的或者是 或者是那個什麼 或者是索利斯或者是 老鷹的時候 或許你可以上其他的角色去run他的天氣 那有網友就是提醒我說就是注意看一下那個右上角 我們看一下這邊 好現在暫停 沒關係反正就繼續看 OK 兩邊都會有這個各自的這個光環那天氣會出現在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天氣會出現在雙方的這個狀態裡面 所以是否說天氣不會被 自己的天氣 會被自己覆蓋掉 那你可以去蓋掉別人的那個天氣嗎 好 所以說我們來實測一下 那這個測試方法我也不確定說對不對 那總之就是一個方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用奇境看血 對首先要先感謝一下大大 因為我沒有那個老鷹我也沒有那個有兵的那個那個傭兵 所以還好這個禮拜我跟那個frog大大借了一隻30級的扣雜德 所以還是要感謝一下好人一生平安喔 OK 好 所以那個奇境探險 奇境探險是可以上傭兵的而且不限次數但是一場戰鬥只能上一個 好然後奇境探險的最後一關 敵人有扣雜德 敵人有扣雜德 所以我們來看看那個推圖的狀況會變怎麼樣 因為我要讓對方的扣雜德開大 所以我要保護好自己 那我只有推必要的圖位所以我遺物也沒有拿很多 那我上的角色都是保護自己的角色OK 那我們來看看狀況會怎麼樣 好反正就是 我們就是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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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保護好自己 自身健康要保護 OK 保護好自己等他開大 好開大囉 然後換我們開大 我們也開大 ㄟ 注意看 這個天氣變到我們這邊來了 所以還是可以蓋的喔 還是可以蓋的 你這個影片來講我覺得還是可以蓋的 變成他們被被冰住了 好 天氣又變成他們這邊了 好 我們趕快點趕快點 我在蓋 然後天氣跑到我們這邊了 換他要冰起來 有沒有 所以還蠻好玩的喔 雖然說 兩邊各自有一個格子 可是一次場上之後有一個天氣 當他冰完之後我再用這個圖示就跑到我這邊了 好 所以 以目前這樣子測起來的話 天氣還是可以被覆蓋的 那所以說我上個影片說明就是說 如果對方有扣閘德的話你可以上那個 你也可以上扣閘德 你也可以上 老鷹你也可以上梭利斯去亂加天氣 所以看起來是可以的喔 OK 再看一次 注意看左上跟右上 好先保護好自己 好扣大哥開大了沒啊開大了沒啊 好開大了 天氣在他那邊 我一直點一直點一直點 完了完了完了我開不了他 這場戰都 這場戰都失敗了 因為被冰起來就 你的血量沒有恢復到30%你就 沒有辦法回復 所以我才要保護好自己 好這是一般技能兵所以不算 對面有那個人真的是很麻煩 好我開大 OK天氣跑到我這邊來 所以我這邊的人就解除了那個那個冰凍的狀態 換他被冰住了 好他還可以再開大嗎 哇 哇看來他是撐不住了 OK 好 好那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所以結論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天氣是可以互相覆蓋的 就是雖然說這邊有兩個圖案 但是 我方的天氣會在這邊 對方的天氣會在這邊 然後當你覆蓋的時候 對方天氣這邊就會消失 變成我方的天氣 蓋來蓋去 OK OK那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 然後我用的是這個雪中迷境 這一關的這個惡魔去測試 那應該是這樣沒有錯啦 然後最後感謝一下 借我傭兵的大大frog大大 然後才可以到我測試 希望我的推測是正確的 所以說 天氣覆蓋的這個戰術就 到這邊 然後希望大家喜歡 那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